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感谢老江先生对小五节目的大力的推荐 相信很多战友们还沉浸在高铁侠对话七哥郭文贵的这一期非常精彩的节目当中 这一期节目可以说是一个经典 小五觉得光看一两遍根本不够 至少看了十遍二十遍 才能够把里面的精华要点都给吸收过来 然后学习到了就变成自己的东西了 学习的时候不就应该像海绵吸水那样 保持一个特别好的心态的话 你就能够学到更多 一颗谦虚的心 一种感恩的心态 这的确是小五加入爆料革命以来最大的改变和收获 其实想想也觉得很有意思 年轻的人如果是在读书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老师会教你怎么样赚钱 这个世界格局是怎么样的 现在这个世界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美国是怎么样的一个政治体系 西方的民主的世界有哪些特征 我们怎么样到国外去生活 有哪些我们需要学习点 没有人会教 就像没有人会教你怎么做生意一样 怎么赚钱一样 没人教 现在呢 一个千亿级别的世界级别的富豪就要坐在那儿 一分钱不收 跟我们滔滔不绝的讲述他自己的经历 哇塞 这简直是无价的 我们都赚翻了好吗 没有理由不关注 没有理由不看 也没有任何的理由去抱怨 即使你不能够加入到爆料革命里面来 你不能够为灭共做出直接的贡献 你只是墙内的一坑葱 一颗沙子 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你也可以学到东西啊 只有学到了的东西才是属于你自己的 只有你的头脑才是属于你自己的 你的智慧属于你自己的 其他的身外之物 包括钱 车子 房子 都是别人可以拿走的 更何况 共产党分分钟就可以掠夺到一切 让你一平如洗 那么今天咱们要聊什么话题呢 嗯 咱们聊一个 有路德先生的那句话就是 重磅中的重磅 世界银行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世界银行的定义 世界银行 是指呢 为发展中国家 大家注意啊 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的项目呢 来提供贷款的联合国系统的国际金融机构 关于世界银行 今天下午想和大家一起关注三点 第一呢 就是刚才提到的发展中国家 世界银行是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项目 去提供贷款的这么一个机构 这里就要泡出一个问题了 中国还算不算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呢 我们首先看一下发展中国家的定义 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y 是指经济 社会方面发展程度较低的国家 是一个与发达国家相对的概念 但是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对发展中国家的各方面数据的 非常清晰的界定 根据七哥给出的数据啊 发展中国家就应该是人均GDP 在6000美元以下 而中国现在呢 已经是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了 因此 从这个数据上来看 你就不具有发展中国家 这么一个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定义 在ABC中文网2019年4月的一篇报道当中啊 就说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了 并且是亿万富翁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 可是人把它界定为发展中国家 并享有与巴布亚 新几内亚和津巴布韦等国家 相同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这合适吗 中共国为什么这么迫切的希望 自己留在发展中国家的群体当中呢 中共想要在世界银行捞的好处 那太明显了 通过自己的BGY蓝金黄啊 能够渗透到世界银行当中 轻易的 方便的 甚至弯道超车的 拿到贷款 不走正常的流程 这也是这一次 惹怒了整个美国国会和川普总统 甚至川普总统发推特 指责中国的主要原因 大家想想 中共啊 可以借由自己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作为幌子 在世界银行各种游说 捞钱 捞贷款 捞好处 这本身就是他最擅长干的事儿 并且啊 中共呢 海端了一个漏洞 因为世界银行啊 是通过将人均国民总收入的门槛设定在12055美元 来定义一个高收入国家或发达国家的 那么由于中共国的人均的国民总收入 在2017年呢 是8690美元 是低于这个门槛的 所以啊 中共就一直认为 哎 根据这个框架 我们中国就是有资格获得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呀 小五在这插一句啊 由于啊 有这个12000多美元的设定啊 你想 中共要从世界银行捞钱 它一定要是发展中国家 所以它一定会把自己的数据做在不超过12000美元 那么除了从世界银行通过发展中国家这个定义来捞好处 中共还有没有其他的好处可捞呢 答案是有的 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啊 它是没有定义发达国家或者发展中国家的 也没有设立任何的基准或者是数据参数来确定其成员国属于哪一类 所以说呢 这个是完全取决于各成员国自行认定自己是属于哪一类的 世贸组织呢 还承认啊 联合国指定的最不发达国家 就根据这个框架 中共又可以有地方试了 它就可以说了 我就是属于发展中国家 我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当中的支柱 但是我不是发达国家 所以我也可以继续的 无条件的去享受世贸组织的各种优厚条件 讲到这里啊 大家都知道了 这就是中共一贯的洗脑模式 之前木根英战友就有讲过的 叫做越穷越光荣 我因为穷 所以呢 你们都要资助我 世界银行 世贸组织都要给我开绿灯 所有我需要的东西 你们都要配合我 因为我穷啊 那咱们就反过来问问 为什么美国 澳大利亚 加拿大这些国家 他不说自己是发展中国家呢 他也可以把自己国民的生活水准 和人均GDP给搞下来 然后说 我也是发展中国家了 我也要享受各种的优厚条件了 我要去无偿的拿世界银行的贷款 我要去享受 WTO世贸组织里面的优厚待遇了 发到国家 他就不会这么想 他就觉得 我已经发展起来了 我已经是非常棒的一个国家了 我就不能把自己跟穷人待在一起 就像咱们平时做人似的 你只有跟比你更强的人在一起 你才会进步 哪有天天跟比自己差的人比的呀 没这个道理 如果你总是跟比自己差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越变越差 越变越落后 这种中共所带来的非常不好的影响 直根于中国老百姓的心中 相信中共的倒台和灭亡之后 咱们也要慢慢的 把老百姓的这种想法给扭过来 一定要跟比自己强的人在一起 才能够进步 我们关注世界银行的第二个方面 来看一下世界银行的官方目标是什么 是为了消除贫困 根据1989年2月16日修订 并生效的有关规定 其所有的决定都必须意在 推动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 以及为资本投资提供便利 基于这个目标 鸡哥就告诉我们了 世界银行的所有钱 应该也必须用于 公共设施 扶贫 救灾 医疗 必须可查 资金必须到期归还 所以到这儿 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世界银行借给共产党的钱 用到哪去了呢 并不只有我们爆料革命在关心 这些钱 这些贷款用到哪 其实全世界西方的主流媒体也在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就持续的爆出了 世界银行就是要彻查对中共之前贷款 到底用在哪了 尤其是这些贷款 是不是用于资助了新疆集中营 战友们想想 现在中共国在全国各地 大张旗鼓的建设的 所谓的教培中心 其实就是集中营 关押人的 这背后用的 是不是世界银行的贷款呢 说到这儿 战友们都明白了吧 中国共产党就是握着14亿老百姓 作为他手中的筹码 像我们之前说的那样 到世界银行 打着发展中国家的幌子 去要贷款 而拿到贷款 原本应该用于中国老百姓的名身上的 有哪一分钱 真的用到老百姓的身上了呢 更为邪恶和恐怖的是 这些钱不仅没有用于名身上 更多的这些钱 全部都用在了新疆集中营的建设上 现在全国各地铺开的这个集中营的建设 竟然拿的都是世界银行给的 用于扶贫公共设施 医疗救灾的钱 这是老百姓的救命钱 被盗国家的享乐用掉了 侵占了 还要去建集中营 去屠杀和虐待老百姓 第三 我们要关注的是 郭文贵先生说啊 世界银行的事件 和香港一样 是灭掉共产党的 一扇新的大门 现在 施航对于中共国贷款的每笔审核 彻底查证之前的钱 究竟趋向何方 而12月6日的纽约时报的最新报道当中也写到 现在美国反对世界银行对中共国继续贷款 就在之前的周四 姆努钦在众议院的金融服务委员会上说 美国已经反对世界银行的新五年框架 主要针对的就是中共国所提出的这个100亿美元的借款 没错 我们不可否认 中国共产党对西方世界的植入渗透 BGY蓝金黄的程度是非常深的 就像川普总统说的 要排竿沼泽很困难 但是一定要去做 中共一定对世界银行有所买通 就像它对于整个美国政府 整个国会都有不同的游说和渗透的力量一模一样 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样 就失去信心和希望 反而我们要更坚定的相信 在正义和邪恶的搏斗和较量当中 从来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现在世界正义的力量正在抬头 邪不胜正 七哥说了 他做了30年的准备 在这30年中 他不曾有一天忘记过 上天派他来灭掉共产党的使命 他是最了解共产党的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这个道理我们都懂 因为了解共产党 知道他的邪恶 清楚他的花招 他的权术 所以最后 我们可以灭掉这个敌人 小五可不是喊口号 毕竟七哥的身边 还有我们 对不对 怎么能不赢呢 这就是今天的Frey Talks 明天见